许多国家物价都上涨 土耳其的通货膨胀也很严重 光是食物的价格就上涨了超过四成 老百姓的生活是越来越辛苦了 土耳其去年通货膨胀率达到36.1% 是土耳其总统艾尔段掌权十九年来的最高 另外光是上个月消费者物价就上升了超过百分之十三了 食物还有交通费用都不断增加 土耳其民众的钱越来越薄了 就有专家预测 在这样下去 土耳其通膨率在春天来临之前 恐怕会上升到百分之五十